你说这个农民呢 我最近呢 也确实觉得就是很矛盾 你知道吗 我就说咱们应该多去接触农民嘛 因为你看我的印象 还是书里边 就是农民都是淳朴的 对吗 农民都是厚道的 是善良的 大多数农民都是很憨厚的 我到现在脑子里啊 还是这个印象 可是呢 因为我妈妈的这个病啊 我只有了一个渠道 了解一个农 还是个农民的代理人 你看他还不是直接的农民 因为还有代理人 农民的中介 就是他呀 是这个 就我妈妈要请阿姨 请护工 请护工 你知道这个护工啊 太难找了 给我爸爸赶走了一个又一个 你知道吗 当然我们家大概不是积善之家嘛 怎么来这 我们这的人 都是不是小头小摸的 就是这种 就反正就是总的 我爸爸也挑剔 对吧 这总不行啊 后来呢 我就跟这个一个中介 讲 他 他就跟我说了一通啊 他对中国现代农民的见解 我听了很惊讶 很惊讶 我也不能认为他是对的 因为他只是接触了一小撮 他说 你看 这来做护工的都是农村的那个家庭妇女啊 他们的老公都在外边打工 甚至有的人的老公坐牢呢 就犯罪啊 这个农村里有一定的犯罪率 有的老公在牢里 他家里没法吃没得吃 你这护工就活伺候病人的 他才出来干这个 你以为他会对你们家人好啊 他就为了钱呢 他根本就为了钱 而且呢 他就说 甚至他说这么一句武断的话 他说我跟你说 这个 现在这个农民 最坏的这位农民 这是一个石家庄介绍护工的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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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穴头 一个穴头 他跟我聊天 哎 他后来他说 我我说农民应该是挺厚道的嘛 对吗 挺憨厚的嘛 他说你那个完全 他说你不了解 我我我才知道 这个什么小偷小摸 坑崩拐变 他说你比如说 这个这个护工到你们家 他你以为他会真心伺候你妈妈 他就是想怎么你能多给的钱 他少干点活 你看他说 他干24小时吧 他肯定在那睡觉 你不叫他 你咱就不忍心去叫醒他 你不叫他 他醒了 他也假装睡觉啊 你说这病人有什么需要 他当然了 而且呢 你有点什么吃的 我就说吧 你做20个饺子 他往嘴里填一个 趁你不注意 你你就就是 甚至于还有 就是说这种 这个护工之间呢 比如说都是一个村里来的 甚至他就成帮 成帮之后 他垄断这个价钱 哎 一来了就不在病房里待着 就出去串呢 串 哎 那家给你多少钱 那家给你多少钱 一听说多10块钱 回来就跟你说 不行 我我我我 但你给他这么多钱 你我也得这么多钱 然后就串串串 就在搞 然后就打听你们家里的情况 啊 哎呀 你们家儿子是干什么的 儿子媳妇是干什么的 家里几口人呢 工资挣多少钱呢 你就那么就 然后这个这个病房 和病房之间这个护工啊 当然我说的是 就是我所见闻的 我不敢说 我代表了多多多多 多么的多数 但是我就说 你看 我听到了一个 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印象 这个我做过几年农民 我在乡下生活过好几年 在我生命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 我在农村度过的 你讲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都会存在 对没错 但是这些事情 也不是农民的特点 所有各个阶级 各个工种的人 你上到什么高企 高等的主管啊 领导下到一般的外国人 什么 他们都会要想挣得多一点 都想要生活的好一点 如果不知道 他都想有20个混沌 我肚子饿 我吃一个 这是非常正常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般来说 农民比较老实 比较善良 比较淳朴 也是 因为原来他们的生活环境 就在一个村里 农民的身份是只有一个身份的 只有我们现在说法叫 one identity 就是说 你王二省 你一天24小时都是王二省 所以你今天要是偷了一个混沌 或者明天你跟隔壁的李大哥 有一对的话 你永远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因为所有人都是熟人 所以农民相对来说 真是比较老实 因为他他没有改错 隐瞒跟跟重新做人的机会 他做一件事情就随着 所以农民不会用什么LV 你农民用一个很贵的LV 回来被人家笑死了 你家里的猪都养不好了 你还做什么福荣捡呢 对不对 所以农民是这样生活的 现在的农民是出现两个情况了 第一 他突然到了城里了 到了城里就意味着 他周围有很多人他可以不认识了 他做的事情 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了 你看这一来是跟他原来的环境很不一样 对 监督 本来隔壁人家的机 我也是想拿的 但是你知道后倒 我怎么能拿呢 我拿了这个 明天大家知道 我在村里怎么做人的 我哪有脸面做人 现在他到了城里发现 我明天是可以不在这里的 我今天在罗湖 我明天可以去南山 鬼都找不到我了 但城里人呢 应对城里人可以改变身份这一条呢 城里有很多游戏规则 最简单的 有职业伦理 对吧 你做什么事情 你不能 你做 你做个用工 你不能偷东西 偷东西以后中介就不介绍你了 等等等等 城里有很多这些游戏规则 而这些他们一来的时候 开始还没怎么接受 你常常看到有的人在翻高速公路 啪 走过来 非常快地走过来 你开车哦 他非常快地走过来 然后翻一个墙 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 我的村庄被你这条路隔断了 没错 你叫我怎么办 我到我嫂子家里吃碗面 我都得这么危险地过 可是你开车的人就觉得 你这个不是害人吗 你这个不到时候你害你 也害我 所以我觉得农民 城乡现在这个 不过其实自古以来 我觉得我们把农村想象成淳朴 就像你刚才讲 那个淳朴其实不叫淳朴 那种淳朴叫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种 我们说他以前到农村觉得他们不敢说谎 或者不会说谎 那是一个为事所逼的状况 那不一定是淳朴 其实农民呢 向来也有种说法 就是说农民有农民的搅汇 对 农民是有农民的搅汇 他以前还那么小的村子 都写过来 对不对 因为他那么小的村 他就几百户人 天天从小到大就那么对着 那于是呢 新年反而有时候特别细 表面上他好像很憨厚 但其实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计较啊 小小的细节啊 他反而在意的比谁都细 城里人有时候相比起来反而比较大度一点 因为你过的事多嘛 而且我明天可能就跟你不见了嘛 对 我们是个合约关系 但他们会计较得多 可是我想讲就是 这种 这种比较不好比较 比如说你有时候你甚至可以说 连一个华尔街现在天天被人骂的 这百分之一都要比我们咱们农民淳朴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华尔街大汉到你家不会 吃饺子我偷吃一个 对不对 他不会 但是他会在账户上 把大家的钱给坑个吉利 就是你每一个饺子 他都来算一百钱 所以我想用这个当什么例子 来说明一个事呢 就是说所谓的教会教华 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地区 有不同的方式 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教华 农村有农村的教华 谁都别说是谁存 我明白了 就是说根上来讲 全都是农民 窃勾者猪 窃国者猴 没错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创为电视黄牌大放送 曾经推翻专制 最后却比专制更加专制 人民借中唾弃了他们的精神领袖 但八个月的内战到底是正义之师还是利益之战 没有卡扎菲的利比亚将走向何方 人民真的可以当家做主了吗 凤凰卫视记者八个月深入战地探究真相 北非丰火连八月利比亚战地日记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台 消炎止痛智慧阳 快通三金牌桂林西瓜霜 全球候鸟度假地 400628 0999 45瓦能做什么 格力1赫兵平空调 国际领先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徐老师也当过农民了 对 闻到刚才讲 村子里边的人的这种 这种计较啊 这个 我推荐大家看那个 贾平花最近的小说古炉 哦 他就是琢琢碎碎 哎呀 这个喽喽兜兜 长长绵绵 解一个乡下的一个生态跟心态 心态是被这些生态所决定的 可是这种东西是千百年都有的 对 可是他的小说精彩的地方 他又加进了一个阶级 又加进了一个成分 比方说你是地主的儿子 你会怎么样 这个后来的政治话语 加入到一个这种乡村古朴的人情关系 你可以说是互相斗争 互相争夺的关系里边产生的一种化学作用 正是这些作品非常用力揭示的 反过来我非常浅的讲到我们今天也是这样道理 现在我们从朴素的来讲 农民啊 我在那个地方我知道 不能骗人 因为大家都认识 跑到城里来了 一开始也这样对人 马上被人骗了 可能也是被人自己同乡骗了 哎呦不行哦 原来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哦 因此搞几张身份证了 因此这里拿这个东西了 因此不守规矩了 那这些现象 现在人家最怕 但是人家也是最敏感的就是 怎么样把这个现象 归纳到那些政治话语上去 就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 一个怎么样的阶层 我们的社会矛盾发生 怎么变成 我觉得甭管什么阶级阶层 这个人呢 就好好干活 干好活了 就可以多挣钱 但现在问题 我觉得很多人 他马上问一下 你们是这样吗 不干活 他也想拿钱 或者呢 他老想光拿钱 不干活 我就是这样 就是哎 我就举例了香港的费用 现在什么争取居港权的香港的费用 包括我跟你说 我们朋友 这个他生孩子在香港 雇了一个月嫂 北京人 北京郊区的这个农民吧 算是 也不知道怎么 就到了香港 同样 这都都是咱的咱的人 对吧 哎呦 那个对这个产妇伺候的 无为不至 甚至还给你煲汤 以至于我这个朋友有钱 他好到这什么程度 他把这个香港的这个月嫂 高薪请回北京去 他说我让这月嫂 给我们家那几个保姆 培训 那你说这怎么回事 职业 职业伦理啊 这是成立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